寶智陳詩大聖戰 第八 世間幾喜癡人 江道富裕求道 廣行之義昏文 自救幾生不了 什麼叫做江道富裕求道呢 我們為什麼叫做江道富裕求道呢 我們本來就是火嘛 那還在求一個火嘛 所以他第一計劃說大道常在目前 雖然目前難度 因為我們看不到 為什麼看不到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寄足火星 圓滿無缺的火星 為什麼我們還要在求個火 所以誤道應該是很簡單 但是我們為什麼誤不了 因為我們為什麼會誤不了 因為我們自己不相信我們自己 所以要經過很多的挫折的複雜的 參求才有辦法了解到 真正的是我們自己 我們本來就是火一點也沒有欠缺 所以你為什麼要江道富裕求道呢 廣行之義昏文 自救幾生不了 因為你到處去找各種邪文 來要邪道呢 邪道最後呢 你不曉得什麼叫做道 不曉得什麼叫做火 是這樣 那當時的時候那個寶度禪師的時候 那個是在那個梁武帝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應該我們大部分 還都是在一種在那個 那個主家思想 還有那個老子思想方面的 那個所有的邪秀 都不在那個地方 所以當時的邪文呢 那個修行的人的邪文都很好 不是普通人可以出家修行的 所以說專行他文亂說呢 住稱住禮廟 是找了很多的一些邪秀來讀來研究 說有什麼妙禮呢 所以徒勞一生息過 永結成倫生老 著愛 禪心不捨 出在什麼地方呢 出在著愛 禪心不捨 清淨至心至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著愛 就是我們的那個色色想行事 我們沒有辦法放下 那禪心呢 就是說我們有些心裡面 有些什麼寡愛 所以我們如果你那個 我們本來就是佛 我們本來不能成佛 因為我們有這一些 著愛還有禪心 禪心不捨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 前一陣子有一個大陸來的 那個年輕的那個 叔父 他說他那個在練和會裡面呢 有一個老太婆呢 說練和練到說 已經說阿彌陀佛來跟他講說 他某年某夜要往生了 就這樣 大家都很恭喜就好 某年某夜 某日就要往生了 就很開心 大家很 進來這樣的話 老太婆有這樣的修行的話 大家都也是很歡喜 結果到了那天 某天某夜某日的時候 沒有往生 不是說你什麼時候要往生嗎 很多人都是有練 阿彌陀佛什麼時候要往生 有啊有來啊 但是因為我說 等我一下等一下 我要看看我的孫子 就沒有了 阿彌陀佛我就走了 孫子也看了一下 那沒有辦法就沒有走了 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個禪心 會有讓我們心裡面掛愛的那個 我們要隨時隨地要放下 什麼事情會讓我們掛愛 就是我們的夫妻啦 兒女啦 主孫啦 孫子啦 所以有人在那個註戀的時候呢 就是說他最愛的人 他最恨的人都不要給他到 他最恨的人呢 他跳起來了 哇你罵他都要死了 還不容易等到你來 最愛的話他也走不了 所以說我們不只是試煉佛啦 你修行各種法明呢 還是都是要你要 著愛殘心不捨 這才是真正的重點啦 親近自心自哪 你自來而來 你有這些東西的掛愛的時候 你的那個智慧就會被這些障礙嘛 我們本來智慧都好好的 每個人都智慧都好好的 也沒有什麼錯誤啊 但是就在那個時候 功夫就在那個時候 所以我們修行的時候呢 現在呢 如果說你有十分的功力呢 到往生的時候呢 聽說只剩三分到四分而已 所以你現在修行修得很好 都要很小心 是不是到那個時候 就保證可以往生 所以他說 親近自心自腦 自己自己困擾自己 真如法界叢林仿做經濟芳草 真如法界叢林仿做經濟芳草 就是我們要修行去修 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現在看到能吃能喝的能用的 那個就是我們的親近節性的顯現出來的嘛 那你這個不要的話 又去找了一些 哇 你都奇奇怪怪的 還有那個印度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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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羅門叫苦恨 還有吊在頭髮把它吊到樹上 整天都吊到那個地方 也不能吃不能喝 說這樣叫修行 然後有泡到水裡面說 泡到水裡面 這樣也叫修行 都是修那個苦恨 沒有必要的苦恨 這個世家世政在當時修那個苦恨 他還知道說這個苦恨根本 根本是錯誤的 所以呢 所以你自己的親近節性照顧好了以後呢 其他呢你就把它放下 但值黃金為夜 黃金為夜就是一個 比喻說有一個那個那個那個 小孩子在哭的時候呢 哪有時候 這個用黃夜當黃金說 這個黃金給你啦 你不用哭啦 所以就說黃金為夜 這就是一種比喻啦 所以我們就是說我們修行 自己的親近節性在我們 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好好去保護他 好好去照顧他 你不要又到處去找 要找一個佛 找一個道 是這樣 所以叫做值黃金為夜 不務欺金求保 你放下的話那就去保了 所以試煉狂走呢 強力裝職向好 然後呢 口內宋經 宋論 口內宋經 宋論 心裡尋常孤稿 就是說你雖然練經練宋呢 但是呢你如果沒有悟到的話 叫做心裡尋常孤稿 一朝節來就是忽然你悟到的時候 你大色大悟的時候 不是你早上起來的時候啦 這一朝節來就是一朝醒來的時候 就是你忽然間大智大悟的時候呢 來知道說你的那個尊重自信 既值尊重不少 根本沒有欠少 去找那個那個大智頓入 入到要蒙論裡面的那個文章裡面來講 為什麼到他說 有一個生人去問那個大智 大智那個慧海嘛 我們好像在這個地方有講過那個大智慧海的 的那個蒙論禪 這段也講過了 所以有一個生人 有一個出家人問那個大師說 何故不許誦金 換作課矣 我們誦金就是口誦嘛 一直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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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作課矣 直接那個大師講說 如英文只邪人以不得仁義 金傳活義不得不得活義 而誕誦是邪以人 他是說你如果金是要你誤了 你只有在那邊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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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誦的話 但是你不了解那個金文的依禮的時候 你只有是在那邊誦呢 就是寫以人 所以不許 然後這個又問說 不可理文字原理 別有意義 這個出家人說 不可理文字原理 別有意義 師爺大師講說 如是說也是協議 那個又講說 同是語言何偏不喜 師爺大師講說 你經弟丁 魯經弟丁 前面那個 你們問來問去的那個沒有關係 現在大師講說 魯經弟丁 聽詳細一點 今有明文 我所說者 意以徽文 因為師爺告訴我們 是在講那個修行的義理的重點 眾生說者 文以徽義 也是一般人在念的時候 變成主在文書上 著求這個 那個主著在文書上 所以文以徽義 得義者 也以復原 如果你得到那個義理 真正的悟道的時候 超過了這些語言文書 誤理者超以文字 法夠語言文字 合向四季中求 你如果沒有悟道的時候 為什麼這樣 向那個四季中求呢 求來求去還是文字嘛 誓以發不理者 發不理心 就是你悟道的時候 得義而妄言 得義而妄言 沒有什麼 你的親近的決信 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為什麼我們的親近決信 為什麼一句話都講不出來呢 所有語言文字 都是我們的意識心 所形成出來的嘛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你們真正的大策大悟的時候呢 你們就知道為什麼 得義而妄言 為什麼 不沒有 我們的親近決信裡面 一個文字都沒有 誤離而妄言 叫呢 有得義而妄言 得義妄言 就是你抓到義的時候 就把那個抓義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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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一個抓義的桶子放掉 就是說我們以前有抓義的那種 那種那個那個那個抓義的東西 得兔而妄言 妄言 妄言就是抓那個兔子的那個妄 得兔而妄言 就是說你修行禮誤道了以後 你要把這些文章呢 全部放下 因為你親近決信裡面 這些文章只是要告訴你說 你有親近決信而已 公比 那些文章 那些文章 中文字幕——YK